最新机甲皮肤的逼中技巧 要不要一起来学啊 范西西 看看这是什么 啊 你也出新皮肤了 多少重的呀 独门抽奖法 传西西不传外人 只需一百大洋 即可拿下小机甲 啊不是不是 你等会儿 怎么几天不见 你化身抽奖神棍了 瞧 我这可是有说法的 你不听就算了 还说我 啊好好好 我听我听 我跟你讲 你抽的时候先 真的假的 你哥哪学的这方法 哎呀就去试吧 你就 记住我说的话哦 传西西不传别人 好好 一百一是个学员币 拿下一个小机甲 和一百二十对片 难不成真有什么说法 算了 理论不如实践 直接上手开 抽 好嘛 小龙抽取都不够 这 我 呃 那个新机甲皮肤 你抽了没啊 没有 你先看这个 你先这个 我粉丝 一百出的青龙 你又扭一眼 你又扭 那不是你的吗 我还以为你的呢 你个人给我看呢 啊 我呢 那粉丝还没送我呢 啊 你先别等粉丝送你了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看这个 看到没 七百多碎片 还差两百多碎片 我就能送你一个了 你 那个 我明白了 明白了吧 明白 你想要我帮你抽是吧 哎 那你找对人了 我这没穿握奖的小手 你说他 哦 来 出吧 我是那意思吗 是那意思吗 啊 跟你直说 我的意思就是 你给你 微博二百块 你微博二百块 我去抽大天使 不论最后有没有抽到 我都给你补一个小机甲 怎么样 补一个小机甲 你是想学习啊 跟我一样 送给我补个蛋 是吧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 你 我是那样人吗啊 我是那样人吗啊 啊 说话 我是那样人吗 啊 你都把我账号上两天多蛋币送给你自己了 你是不是那样人 我还不知道吗 不可能 那那蛋币我有没有补给你啊 最后 我有没有补给你 说 补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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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啊 补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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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转 我给你转 我立法就给你转 翻译别跑了 哈哈哈哈 就这两千多蛋币 今天 我给你整大的 好吧 给你整大的 先说哈 先说哈 给 第一轮是加一 也OK 那我手心 那你真信 真信 信我 第二轮 我们现在是一层 我们开始保护手续 哎 不是活动手续 这就是我 这就是你不懂 这是我心血了 你看 对不对 好 可以 给他保护手续 那这个 还是保护手续 我告诉你 就我这套方法 绝对是 差一点点了 差一点点了 有用有用 脑子在还是心血 一种 这一轮 继续保护手续 我的皮肤有掉 这一轮终于来得下 哦 哦 OK 加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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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我都不需要 出现 这一轮 这一轮 我们直接烧走了 烧保了三四十七的 烧保了三四十七的 好 那么这一轮 这我比较普通说续吧 现在没什么话 才开始才开始 没事我们第二轮开始 第二轮 因为这个方法 他也不是说百次百零 只能说这个方法 他很 很好 很稳 很稳对很稳 我都懂 来第一轮相信你 你现在要对你满满的伤心 第一轮我可以加一 没关系 他只要不要让我多保几次 那么17种 哦 哦直接这样直接直接加上了 不是他直接让我画到17 一轮 哈哈哈 哈哈哈 直径这贵了吧 哈哈哈 你说这吧 过去加二 我觉得加二 其实咱婆子这会会怪的 我过去加二你看 我从什么 我说什么 我加二了 普通说 之前是不是就这样 你再让我去高风险高 刚刚都说哈了还不明白我的意思 啊就是说哈代表说让越大越贵 来 出 啊 不得 这里和洛洛商量后 我们决定先拿下小鸡 请请欣赏一波动画 上 下车 回来 这个 哦哦 可以直接让我好心情 哈哈哈哈 哎你的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不是他不会直接来一下 我这么有天一天 再来一个家房门这是居住好 他家三十个 就是你吧 是他家出了三只 再相信你一回 我再相信你一回 我再相信你 这这 来你就大胆的抽 我就想再相信你一回抽 给我出 哇 哇 出点睛之笔就是谁 越来越 你刚刚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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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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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号呀 这是你号 这是你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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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给蛋仔科目三都逼出来了 火了个头 这可以妹你 你现在是真的火了 我家东少都没能哽着跳科目三 你跳上了 是吧 东少 啊 你妹 好 那么好 本周蛋答节的第一个福利 0元购皮肤 本来我是全都有的 但还不死心 想看一眼有什么补偿福利 啊 结果 好好好 一只价值八百蛋壁的皮肤 只补偿320纤维 唉 没关系 隔海小号呢 大号领不了小号还能领 谁能领过我啊 真是 然后 就是本周上线的第一款免费联动 小灰灰 这一块我记得好像 只需要一天就能获得 好 那么好 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 我宣布 这是专属于我们灰太狼大王的 独一份福利 谁能想到 一款紫皮还能迎来生殖空间 但是 我并不希望到时候临到 小灰灰皮肤的玩家 因为惧怕有灰太狼的玩家 而不敢穿这条皮肤 更不希望有灰太狼的玩家 不要仗着自己有灰太狼的皮肤 就心生怜悯 不去找穿小灰灰的玩家 听这首歌 儿子 儿子 我是你爸爸 一个字 绝 好 开个玩笑哈 没开玩笑 我就这样想的 还有一些小福利 登陆灵彩虹币 和巅峰赛 每天前三马不掉分活动 不过仅限双排四排不掉分 同时这周还上线了新的盲盒皮肤 国宝机甲 哎呀 说到这儿 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出的第一期视频 这是当时弹仔第一次和国宝特工联动的视频 当时的我依稀记得很想要个上官子仪 结果抽到一半没弹币了 等第二天上线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 好 那么好 带着最初的遗憾 这次必须一举拿下 哎呀 这 谁给我抽了个花如意啊 这次出的鹿小果实在是太像你了哈哈 给你抽了个花如意 以后你就是哥的小娇妻了哦 哈哈 哎呀 叫他们 你们的罗子哥哥如今已经是经非西比了呀 以前的我皮肤抽到一半 结果皮肤下限没抽到 现在都不用我自己抽 蛋刀子又会帮我抽好 虽然有那么点肠胃不好的感觉在里面 但都当小娇妻了 我还要啥自行车啊 说 小哥和范子西的双人地图 原来是粉丝给我和小哥做的地图啊 就说小哥怎么一直叫我玩这个地图 进来就看见我和小哥的肖像画 嗯 画的还蛮像的 哎 前面俩传送膜旁边写了什么 这边比较困难 左边小哥是这边比较简单 啊 我明白了 他肯定是看上我的技术所以才关注我的 所以给我设置的关卡是比较难的 让我看看 小哥这边的关卡是一拍拍齿龙 我这边只能上下的销毁 无所谓 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难的样子 谁叫我是技术主播呢 对吧 不 OK 第一关很简单 轻轻松拿下 来到第二关 我这边需要电箱跳过去 小哥这边只需要跳就行了 这多少带点区别对待啊 不过正好也印证了那句话 能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来到第三关 这儿还有话 范德西哥哥 你是个技术主播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过 嘿嘿 我就知道这是一个看上我技术才关注我的粉丝 小哥这边应该也有什么话吧 我说说 小哥姐姐要是过不去 那就走这里 合着还在的区别对待我呢是吧 没事 反正粉丝做的地图也不难 轻轻松松就拿下了 第四款终于没有区别对待了 都是用电箱跳过去 最后是粉丝方便用我和小哥的眼色 做了一座爱心桥 很简单的观价 老人小孩都能过啊 最后回忆一下 我是怎么认识范德西和小哥的 哦 还有回忆啥 就在2022点一个夏天 我认识了小哥和范德西 你这 我二三年才做主播的呀哥们儿 没事 可能是孩子打错了 接着看 我起初是不认识他俩的 但是觉得他们的视频有趣 就关注了他们 啊 难道不是因为我的技术 才关注我的吗 我可是个技术主播 后来我就熟悉的认识了他们 每天第一件事 就是看他们新发的视频 这可不行啊 上学少玩手机多读书 学习好才是真的好 但是有时候可能会没有看见 因为我妈妈不愿意让我玩手机太久 你妈妈做的对啊 可不能玩太多时间的手机 当我有空还是会去看的 每次去看见他们的视频都会点赞 你看你这孩子 啥时候看不是看 放假了便能看嘛 希望小哥和范德西可以看见我的地图 看着了看着了 下次再区别对待 我可不玩了 最后我的梦想 就是科学家小哥和范德西的好友 加好友啊 这没什么问题 让我看看你叫 暗默欣欣小号 完了啊 你好友生气满了 加不到啊 可惜了可惜了 不过也没关系 最起码你做地图我们看到了 加好友以后也能加了 不过下次你要记住 你是二三年轻说的 不是二二年啊 弹仔里的隐藏表情 没错 瞎蛋嘛 不知道你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过 弹仔除了这些默认表情之外 还额外隐藏了一些表情 比如我的高冷蛋 平时就是一副你们说的死于眼 但是当它跳起来后 它的表情就是这样的 高冷外表瞬间破防了 拱动的时候它就是这样 看起来比较严肃吧 还有奶奶的傻蛋表情 跳跃的时候就是这样 看起来更傻了 拱动起来是这样 有种在外面受欺负 回来告创的样子 这些动态表情 以前是看不到的 一次更新后 王爷才把这些表情 变成了可预览 但是这只能看不能换 就有点难受了哈 比如这款咪咪眼的表情 它拱动时的样子 也是在哭 和王爷之前哭的表情 分在一起 浅持没有可比性好吧 还有怪叔叔的表情 拱动起来还蛮凶的 但是一跳又 一副洋洋特意的样子 本来我还想找一些 比默认表情 看起来更可爱的 隐藏表情 但是这12个表情 不论是跳跃 还是拱动 它们基本都是一致的 黄爷 又偷懒了 但是没关系 除过默认表情之外 所有皮肤 也都是有默认表情的 比如懒大王 别看他平时眼睛小 起来他跳起来 瞬间变成卡特兰大眼睛 拱动时的表情 也很有意思 看起来好委屈的样子 咱就是说 黄爷能不能把隐藏表情 设置成可替换的陌认表情啊 再来看一下 灰太狼的隐藏表情 平时的表情 看起来就很正常 跳起来的时候 就跟被老婆夸了一样 显得很开心 拱动时的表情 正好相反 看起来像刚挨妈妈一样 本来我以为 小眼睛的皮肤 跳起来的时候 眼睛都会变大 但直到我看见冰狼哥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小 可能是脸上的 那两塞胖子 限制了他的发挥 在下一秒 我就发觉我错了 原来冰狼哥 在开拱动的时候 眼睛也会变大 看来真正影响冰狼哥的 不是塞胖子 而是冰狼 当然了 还有一些皮肤 压刻就没隐藏表情 这仨无脸天使 再先不说 看看天穹骑士 本身就是一副 很危险的样子 然后跳跃和拱动 都一个样 看样子 他知道自己很贵 我以为只有天穹骑士是这样 但是后来我又试了白黄后 还有院长妹影 发现他们都是 统一的面谈脸 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这至真皮肤 都很注意形象管理啊 最后我想说的是 真心希望王爷 能够开放隐藏表情 我可不是为了拍戏方面啊 是为了大家 能够有更好的游戏体验 nice 我是施心雄 今天刚从僵尸博士的 实验室里逃出来 来到淡仔岛上 当我正准备 好好逛逛淡仔岛时 转角就又遇到了 恐怖的僵尸博士 身为一只受伤的小熊 我只能转头就跑 浙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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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拜拜啦 你能不能挑战假装假装讨厌奶酪一天 假装讨厌奶酪一天 还有这么多人点赞 好 那么好 今天大家这么想看我讨厌奶酪 那么宝贝 对不起啦 正好奶奶那会儿刚给我发消息说带我上风 现在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奶奶的邀请就好了 哎 他邀请我们了 直接无情拒绝啊 很难想象奶奶此时的心情 我这可是第一次拒绝她的邀请 又开始邀请我了 不理她 兄弟们 这个挑战说实话有点爽啊 拒绝和奶酪双排巅峰赛 还是两次 就问除了我谁还可以这样 一了无其 你亲狗 兄弟们 看来计划已经成功了 奶奶都以为这是别人在玩我号了 老地方她不会不知道是哪儿吧 她又往家里床上跑了 饭饭 你怎么不同意我的组队邀请啊 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是饭饭 哟哟哟 这不是奶酪吗 您这种大忙人也有想起我的时候 不是宝贝 你今天怎么阴阳怪气的 我阴阳怪气 你天天就知道出去鬼晃 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宝贝 你到底怎么了 昨天我们还一起甜蜜上风呢 今天你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 对 天天说我是菜狗 嫌弃我 我要和你绝交 哎呀 饭饭 不许你说绝交这两个字 我不听我不听 快和我一起上风吧 宝贝 不上不上 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奶奶了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饭饭为什么不要我了 想修复我们之间的感情也不是不行 只要默契挑战 你能换对三次一样的皮肤 我就原谅你 嘿嘿 太简单了 饭饭 我们的默契度可是百分之一千 快来快来 我们去默契挑战 我先说啊 第一个 我们的默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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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